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有很多不同种的残修的时候 这个理想上的残修是任何时候都在进行的 所以不管你是刚吃饱饭没吃饱饭 刚上完厕所没上完厕所 你都可以残修 都有可以残修的方法 那当然换过头来讲 你刚吃饱饭的时候 你如果你想要入比较深的地 坐在那个地方不动 然后比较专注 比较万元放下 投注到残修这个功课上面来的话 是比较容易遇到障碍的 也有可能会造成你身体上面的一些不适的 所以你可以选择 就是说在那种比较深度的残修的开发 那种种类的残修 不要在吃过饱之后的状况之下进行 不要在你过度疲劳的状况之下进行 理想的情况是 任何时候你不管是什么状况 太累 不累 吃饱 肚子饿等等的 你都有可以用功的地方 你都有可以培养你真名的地方 你都有能够培养的觉知力 你都有可以长养着你的安视感的空间 可是呢 如果你是正式的要坐下来 比如说我每一天我要打坐45分钟 每一天我一坐有一个小时 有一炷香等等 有这种比较自信的静坐的方法 那你最好是要选择 在一天里面你精神状况是最佳的时候 如果你一天工作下来睡觉之前 那个时候是很疲劳的 心是很温顿的 选择那个时候进座呢 当然是不理想的 反过头来 你如果你是夜深人静的时候 你脑筋特别的清楚 把禅修当作是你一天最重要的功课 所以把你一天最棒的 最高康的 最理想的状态 交付给他 投资在这个工作上 所以有的人他可能会把禅修当作是一个 正经八百的这样一个功课 所以我这个时候能不能移动 我这个时候能不能起坐 能不能因为这个时候有尿意 可以去用洗手间 为这些事情回答 实际上你可以用很平常的态度来严格禅修 是的 你现在所做的这个功课 你若能够全力以赴 能够很认真的去做 它会开发出你意想不到的效果来 可是同时 你能做的是什么 你就是在了解自己 你就是在更深度的 在微调着你的身心的动作 就是这样子而已 那如果禅修就是这个样子的话 它是可以在任何状况之下进行的 你可以在客人忽然之间来访的时候 你的禅修要终断 那就是得终断 那同样的同时 你可以尝试性选择 把你每一天固定禅修的时间 选在比较不容易受到客人感养的 那个时光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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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a人感充分了